然後怎樣? 已經夠生氣了不能再講了 最痛苦的是什麼地方? 就是等飯店啊 親情 就是怕我回不了台灣 下次還會不會參加這個旅遊? 不要啦 一定不要參加了 領隊最後一天跟我們講 回去找年代也沒有用 叫我們找平保 年代壓根沒有要去解決這件事情 整件事就是年代跟那邊的老闆 那邊的老闆有直接的關係 六八三角是第幾天? 第三天 第四天就連飯都沒有得吃 我們連出門飛機餐都沒有 回來也沒有 以後還會跟年代訂票嗎? 不會 我們其實是跟團的旅行 然後變成自由行這樣子 總共團費花了多少錢? 口費花了四萬七 一個人四萬七 我會覺得 其實要不吃了 對 飯店也是一團亂 你拿了房卡進到房間裡面 就發現房間裡面竟然要住人 我們都要自己處理啊 今天大家很誇張 然後呢 中間有一天放生你 然後告訴你11點半要派車來 沒有車 嗯 然後我們自己要打車 自己坐計程車到飯店 然後口頭承諾說什麼 給你1000塊 口頭承諾跟你說什麼 晚餐 治理 然後退你30塊美元什麼的 都口頭承諾 到後來什麼都沒有 然後呢頂隊最後一天跟我們講 回去找年代也沒有用 叫我們找平保 年代壓根沒有要去解決這件事情 可是整件事就是 年代跟那邊的老闆 那邊TJ的老闆 有 有直接的關係 可是我們錢 已經復興給年代 可是他們又放任我們不管 然後那邊老闆是說 他們到處交好的金額 沒有會過去 可是我們也不知道事實 年代這邊又說他是月斜 這個很快 然後到現在都沒有任何補償方式 也沒有人聯繫 頂隊也是疑問餐不知 應該是算最新的 才丟八三個小時而已 很像就是沒有地方住啊 對啊對啊 最後 對啊沒有旅社可以住啊 當地的地培有幫我們處理 丟八三個小時是第幾天 第三天 第四天就連飯都沒有得吃 我們連出門 飛機餐都沒有 回來也沒有 平安來到回到台灣了啦 那我們也是看後續的部分 也沒有 也沒有辦法給我們一點點承諾啦 因為畢竟我們 感覺被詐欺啊 我們買了購買的產品 卻是得到這種待遇 然後怎樣 已經夠生氣了不能再講了 最痛苦的是什麼地方 就是等飯店啊 親情 就是怕我回不了台灣 下次還會不會參加這個旅遊 不要啦 一定不要參加了 沒飯吃 然後咧 睡有沒有睡得好 沒有 怎樣 有沒有增加一些費用 有 因為呢他時候原本有飯吃 然後呢就沒飯吃 他就是有些事情 可是沒有飯吃 第一天比較早吧 然後也沒有什麼吃的 然後我們上飛機 飛機就整個連吃的都沒有 小孩子大概吃到的東西 大概已經二人花了二十多小時 至於為什麼沒有飯 飛機上為什麼沒有參與吃 那在整個行程上呢 最糟的是那個時間吧 因為搬機第一次是 中了十二點半 然後改成 凌晨三點半 然後因為我們是從台南上 然後前一天就突然跟我說 我們改六點 然後因為我們是包車上 還好那個包車是不願意讓我們去 嗯哼 不然我們是很吵 我們其實是更團的旅行嘛 然後變成自由行這樣子 第三天的時候 我們獨威尼斯旅行社 有幫我們再騎一個導遊過來 總共團費花了多少錢 團費花了四萬七 一個人四萬七 我會覺得 非常不值得 對 有什麼零有零對 從東北還要跟我們主動問 然後到當地才知道說 派了一個 不會中文也不會英文的司機給我們 就這樣子 然後第三天司機就傳信訊說 年代年數前 他不能來 在我們 第四天第五天我們都是 放任自己行 自己叫車自己吃飯 你們那時候怎麼會選擇年代 那時候一Google看他們就寫得很漂亮啊 以後還會選擇他們嗎 自由行動 沒有各種不順利 各種不順利 所以你們行程有走完嗎 那我還好 我是自由行動 我只是買七家酒 但七家酒也很不順利 OK 你們是跟他買機票而已 對 機票跟那個酒店 然後他出車很慢 因為可能沒有收到付款 所以他不願意出車 後來我是選擇自己叫車 那你們機票訂的過程順利嗎 順利啊 前幾個月都滿順利的 酒店也沒問題對不對 酒店沒問題 我正常酒店沒問題 那你以後會想 以後還會跟年代訂票嗎 不會 絕對不會 第一天就有狀況 譬如說你在當地的時候 你沒有所謂的 真正的接的人來接你 也有被要求要加錢對不對 我們是還有一包 但是我們被 其他團都有被要求要 遞接要求要加錢 但是所謂的遞接加錢 他們沒有接收到 台灣 台灣的付的錢 小朋友應該一起吃 但不是 他把我們第一天除夕夜的 年月飯的分成casino 跟一般人 那我問 小朋友可以進casino吃嗎 不行 不行吧 然後我們被迫 八九點才開始吃 飯店也是一團亂 拿了房卡 進到房間裡面 就發現房間裡面竟然有住人 不知道要自己處理啊 有算過額外多花還有多少錢 這很難想像 我認為很難想像 我們不管是等 等在那裡 惡在那裡 那相對的 我也不曉得 這幾天我們沒有導遊狀態 我們要怎麼樣 怎麼樣跟那個公司算 所以我認為我們這幾個 算是我們受害者吧 我們已經有幾個有群組了 大家要群組起來 這個力量才會大 這夜當晚 你就不能開始夜了 對 大過年旅客氣沖沖 進到辦公大樓 擔由年節出國行程 也跟著泡湯 年代旅遊 復國島爭議延燒 現在不只一團受害者 他收了我的費用之後 又沒有幫我去做相應的安排 就算有機票飛到當地 我們會不會又出現那種 不知道要住哪裡 不知道要去哪裡的情況 有小姐秀出行程表 原本五天四夜行程 還配合旅行社 多待一天變成六天五夜 早在去年八月 二十多個親友組成一團 預計十四號出發 當時八十萬團費一次付清 但後續積極詢問機票行程 沒想到對方 卻用家裡有事再開車 後端還在確認等理由推脫 直到他們主動致電 航空公司才發現 根本沒買機票 當初擔心還帶著律師到旅行社 和對方簽約 負責人好奇簽名 不旅行義務就退款 由小姐事後回想 根本鬧劇一場 那這個惡意到底是從何來 是他一開始就計畫要捲款嗎 還是說他有很多這樣子的旅客 然後他一個拖一個 他是接我們的 例如是從富國島飛去台北 因為他的班機是月捷航空 那home base是在所謂的越南那邊 過程我們有替客人找直飛 胡志明轉機 甚至從曼谷的轉機 都替客人想盡辦法來去做完成 富國島藍天美景還能潛水玩SUP 是在疫情後討論度極高的出國地點 民眾搶著春節長假 前往一窺就近 卻沒想到因為旅行社 及班機協調問題 被附留在台灣 好心情 還在越南富國島旅客非常氣憤 明明多付了720元美金後 本該照走的行程 要吃要住都還是處處碰壁 其他的沒有付錢的 可能說他們都有收到年代的官網 還是什麼有消息告訴他 其實他們自己制定飯店 收據台灣再談再說 不想額外付費的人更坎坷 有網友PO出家人開心出遊照 分享富國島親身經歷 無奈感嘆付了近70萬元的團費 沒有說好的導遊跟領隊 旅行社安排好要去的餐廳 春節沒營業 要去坐的攬車跟遊樂園 連門票有沒有都成問題 一家12口有老有小 到半夜12點還在喬要住哪裡 因為根本沒訂好當初說好的飯店 想找出解決方法卻求助無門 其他不想再多付費的遊客 也是直到半夜都還在苦苦尋找當晚的落腳處 也是等了一兩個小時 還是確定完全都沒有房間 所以我們就在那邊也是耗了相當多的時間 整天我們所購買的行程 都沒有旅行到任何一樣 他們的動物園我們都沒有 我們一直都在等待 這已經成立到丟包的感覺 遊客難得出國玩 卻因為台灣年代旅行社與越南當地的旅行社 財務糾紛導致不愉快 但一名女網友分享 名叫阿孝的越南島游 伸出援手幫忙解決了燃眉之急 只是五天四夜復國島之旅 充滿波折患難中見真情 三地熊高冠山路配語台北 不是 我們要 不好意思 我們要離開 平保協會人員快步離開年代旅遊大樓 因為復國島丟包事件還在延燒 不只平保協會接受申訴 還驚動越南當地旅遊局 表示監察小組14號 將前往復國島了解狀況 也會審視台灣的年代旅遊 依照程序處理 不過有部分旅客想提前結束行程 先行返台 卻被年代旅遊要求得簽下脫隊切結書 甚至旅客更爆料 原本搭的是月捷航空 也被年代擅自更改成月主航空 更只付了單程的機票錢 讓旅客超級傻眼 原來出發前就已經不對勁 但是其他旅行社業者私下透露 正常來說並不會只買單程機票 至於更改航空得看雙方簽訂的合約書內容 不過也有導遊雪中送炭 當然有旅客他是拒簽的情況 那這個要不要簽 當然再是旅客自己去做相關的決定 這可是在業界是很正常的一個做法 其中一團23人聯絡到越南的中文導遊阿孝 一共協助調派7輛遊覽車 前後已經成功接送大約100人 阿孝說司機報駕的車資 沒向旅客多收半毛錢 甚至他還得倒貼車資 只是希望不要影響台灣人對富國島的印象 但好好的春節旅遊被丟包持續發酵 有旅客表示已串聯有相關遭遇的團員 在返台後提起法律訴訟求償 這旅客的信任恐怕已經很難挽回 三選高官熊 有些富官團員堅持不付 有些富那會是什麼狀況 沒有堅持不付的 我就真的不管 那我們甚至要有付的 有付的就正常走 遊客在飯店大廳與越南地結爭論 其他人也在旁吃吃等待 疑似因為年代旅行社沒付清團費 給越南的當地旅行社導致遊客被丟包 我覺得錢是四小 但是有受到影響是真的 因為還不確定信仰 因為包含接下來兩天的旅館 不知道那個費用到底有沒有繳金 出包的是富國島五天四夜旅遊 一人要價五萬元 2月10號這天出發 才到第二天問題連連 旅客不僅沒車沒導遊被丟包 甚至還收到當地旅行社發出的聲明 寫明是年代旅遊的負責人信用破產 從1月開始都沒有付清款項 因此每位旅客得自行繳納720元美金 也就是2.2萬台幣 才可以提供後續服務 一共多達292位的旅客受影響 恐怕連回程的班級都沒著落 他叫我們簽借結束不簽 我們18個人都不簽 他們跟幫地旅行社有什麼金錢糾紛 我覺得他們應該早應該擺平 而不是影響消費者的距離 黃先生一行16人不等了 直接買機票回台 其餘有人為了讓行程繼續 720元美金只能召繳 但明明出團前 雙方都有簽訂協議 說好團費是月結 2月26號才會結帳 不知為何會跳票 在一些認知上差異點 在地階的部分 他們覺得是怕收不到款項 包括在當地的那些旅客 那代表您那裡 跟各位說聲抱歉 平保協會表示 如果已在台灣付錢買行程 到了當地 又被要求額外的支付費用 記得索取收據 爭取權益 只是雙方旅行社任職差異 也導致無辜受牽連旅客 年節出遊很掃興 3D新聞高冠宣 羅佩與SNG小組 台北